一段家国往事 树中秋为春风 同中两岸 海峡一晚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雨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写浓与水的阴脉相承 镇压共死时系列节目 台海经营 过开岁月春风一样 揭秘历史最后显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音乐人物 分享难忘的海海经 1927年一场世界婚礼轰动全国 他联系着金钱 政治 权力 还有爱情 他觉得这是家偶 如果是理想之家偶也 客户重重困难 走进婚姻殿堂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不仅蒋介石是祖宫的 实际上宋美龄也是祖宫的 一生坚持写日记的蒋介石会如何记录宋美龄 见无碍 姗姗而来 如云霞落日 不知身在何策 阿格洛世纪的婚姻生活 两人携手度过 究竟有怎样的感情基础 宋美龄曾经表示过 我跟你一起去 就是要死啊 我们两个人要死在一起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 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 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里 宋美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介石爱的是宋美龄本人 还是他的宋氏家族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 有请今天的两位到场嘉宾 有请两位 192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 临近新年的喜庆气氛在空气中流满 上海茉莉埃鹿的一个花园洋房灯火通明 正在举行一个基督教晚会 进进出出的人们衣着颇为讲究 男士西装革履 女士则穿着长裙礼服 这座洋房是孙龙山和宋庆龄的住宅 而这场基督教晚会的主办者 是宋氏家族的长子宋子文 晚会现场 一位面容严肃的军人颇为引人注意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这天晚上在众多的宾客中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25岁 风采出众的宋美玲 当初蒋介石第一次第一眼见到宋美玲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在他自己的日记当中是怎么记载的 根据他自己的写法和说法 就是1922年第一次在广州见 那是在盛中山先生的家里面 那他第一次见到他 他觉得对他非常的欣赏 他觉得这是家偶 如果是理想之家偶也 不过他后来讲 但是当时美媚尚漠然 也就是说他对美玲动心了 但是美玲对他还没什么感觉 而且22年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他还是跟陈介如在一起 那个时候蒋介石的年纪大概是多少 大概38、9岁 蒋介石和宋美玲第一次见面 是1922年在上海的孙中山的住宅里面 当时正好是陈炯明事变以后 蒋介石陪伴孙中山从广东到了上海 但是这一次见面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面 没有任何记载 尽管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对两人的初次见面并没有记载 但是毫无疑问 晚会现场 25岁的宋美玲 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下决心 要追求这位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 蒋介石要求孙中山把宋美玲介绍给自己 并表白自己和原配毛福梅 已经离异 与世界姚也成 也断绝了关系 但蒋介石却对刚刚新婚一年的陈杰如 闭口不谈 对蒋介石十分欣赏的孙中山 答应为此事和妻子宋庆龄商量一下 但是身为姐姐的宋庆龄 却坚决反对蒋介石与宋美玲交往 一晃四年过去 在这期间蒋介石虽然跟宋美玲稍有一些往来 但直到四年后的1926年 宋美玲才第一次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 那个时候二二年见面 一直到二六年之间没什么动静 那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跟陈杰如在一起 他当然诸多的不便 在蒋介石日记里面有记载的见面 是1926年6月在广州 那个时候 蒋介石曾经到宋家 去见过宋矮龄和宋美玲 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见 大 三 大就是指的宋矮龄 三是指的宋美玲 过了几天 宋美玲要离开广州回上海了 那么蒋的日记里有一句话 就是说美玲要回上海 不信用那个意义不舍的 不信用这个词 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是蒋介石已经看中宋美玲的一个记者 而且是很有好感 一一不舍的感觉 一一就说明他是已经是到了难时难分的这种境地 就彼此的感觉都挺好 对 不过他在根据他的日记来讲 他大概在2526年之后 他就开始比较采取这个积极的攻势了 所以26年比方说他经常去看她 然后跟美玲一起见面 跟美玲去登山 然后他写信给美玲 美玲 或是默玲 然后美玲也写信给她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两个人相见的日子就相当的多了 终日思念美媚 不至 没办法停止 这种句子是经常出现 从1922年到1926年 四年的时间里 蒋介石在事业上蒸蒸日上 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粤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 1927年 北伐军势如破竹 恰逢蒋介石40岁 身为军事领袖 他的政治与军事成就 跃升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这年五月的一天 在上海宋家的大宅子里 由宋母倪贵珍召集 宋家正在举行一个家庭会议 只见宋家家庭成员各个面色凝重 正在讨论宋美玲该不该嫁蒋总司令 宋母倪太夫人不大赞成 这段婚事 他的理由是 蒋介石不信基督教 并且结过婚 宋美玲的二姐宋姓玲 和哥哥宋子文也不同意 只有宋美玲的大姐宋爱玲 不愿开口表达意见 蒋介石在信里面曾经表示过 他在广东的时候 曾经向宋爱玲和宋子文表达过 向宋美玲的求爱之意 但是蒋用了这样两个字叫为国 就是没有结果 这就说明啊 这个26年是蒋介石向宋美玲和宋子文 表达了他对于宋美玲的爱慕之意 但是当时他们两位都没有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呢 是因为什么没看上他 按照我的分析 应该是啊 因为宋家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 基督教的教义是不允许 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妻子三个妻子 那么这一点我想恐怕是 宋家坚决不同意的一个理由 宋家没有同意蒋介石与宋美玲的婚姻 是有一定的考虑的 当时蒋介石婚姻关系非常复杂 先后有三位妻妻 1901年 14岁的蒋介石在老家凤化西口 与长他五岁的毛福梅结婚 这对包办婚姻并没有感情基础 婚后蒋介石对毛福梅的感情 也一直很淡 1911年 蒋介石在上海的一次饭局中 认识了姚野成 姚野成是妓院里的娘姨 每天的工作内容以服侍妓女为主 算是半个风尘女子 姚野成刻意讨好蒋介石 被蒋介石纳为妾 虽然有了一期一切 但蒋介石的情感世界并没能够到满足 1919年 蒋介石在上海认识了年轻14岁的陈杰儒 两年后与陈杰儒结婚 并带着他南下广州 从此蒋介石在各种公开场合 都是带着陈杰儒 此时众人眼中的陈杰儒 是蒋介石名正言顺的夫人 复杂的婚姻关系 成为了蒋介石进一步发展与宋伟林关系的绊脚石 我想蒋介石也很清楚 他们俩之间的障碍是什么 所以他也很积极地去除去这个障碍 所以他后来在27年 他就办理离婚 跟毛福美以及跟陈杰儒 他都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1927年8月 从上海开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轮船的头等舱 坐着一位衣着素雅 神色暗淡的年轻女子 她不时从手提包里掏出手帕 擦拭眼泪 这位年轻的女子就是陈杰儒 陈杰儒出身书香门第 比蒋介石小整整18岁 此前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蒋介石允诺陈杰儒 日后一定会恢复他的地位 陈杰儒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 被迫答应蒋介石赴美留学 而在此之前 蒋介石与原配毛福美离婚 与侍妾姚也诚的关系 则更容易处理一些 解除了复杂的婚姻关系后 蒋介石终于自由了 1927年9月 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 蒋中正家世启事 其中写道 各位同志对于中正家世 多有来含质疑者 因未及辩护 特此奉告一项 民国十年 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 其他两世本无婚约 显已与中正脱离关系 特此奉告 这一系列的努力 宋美玲都看在眼里 她对蒋介石的态度 也比先前更为明朗 那么在宋美玲心中 蒋介石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薛丽宋 就是宋曹丽玄 因为宋美玲晚年在美国 在纽约 那么薛丽跟她经常有机会在一起 因为她的先生就是 李友宋宋仲虎 是蒋介石跟宋美玲 最喜欢的小孩之一 那薛丽就讲说 她跟美玲 他们叫娘娘 她说美玲好几次 拿这个蒋介石的照片给她看 帅不帅 你看她还是那么帅 也就是说 因为宋美玲当然是才华 这个才华横溢啊 然后这个貌美大方 同样的 蒋介石当时 也是民国的英雄人物 你看她在那个时候 各方面都看好她 不仅是 这个在中国各方面的 政治势力 军事势力 连苏联 他们都看好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一方面 他是在国民党里面 极少数的 受过军事训练的人 那么二方面 他当时已经是 黄埔军校 他已经有这个军事的 这个基础 那三方面 蒋介石 其实就各位可能 并不知道 蒋介石是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写文章的 他每天读书 他写文章也非常的快 他是个快笔 快手 所以我想他写情书 也一定写了很多 很快的 所以蒋介石其实 虽然当时还不是 非常的在顶峰中 但是呢 各方面也都看好了他 所以我想宋美龄对他 肯定是看到他的各方面 很吸引人 那么在宋美龄眼中 也觉得他是个英雄 由于宋美龄的家庭 反对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 所以宋美龄主动的找了一个国民党的元老 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谭颜凯出面 做他们家的工作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啊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 不仅蒋介石是主动的 实际上宋美龄也是主动的 否则的话他不会去找谭颜凯出来 做他们家庭的工作 这个是谭颜凯日记里记载的 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宋美龄本人 要能够愿意要看得上 因为宋美龄她是当时是一个新式的女性 她在美国受的教育 而且她自己相当有主见的 我们从这个讲的日记来看 宋美龄也是非常心动的 所以她在27年去日本之前 她自己跟美龄两个都说好了 她自己在日记上 她觉得是等于是两个人自己就订婚 就自己就是同意了彼此 那么如此之后她才去日本去看这个仪泰夫人 历经了漫长的追求过程 两颗心终于走到一起 蒋介石终于得以 与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喜结勤进之后 1927年12月1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正式结婚 这年新郎40岁 新娘30岁 两人显赫的身世背景 让这场婚礼来宾众多 极尽奢华 蒋介石在宋家的要求下 接连举办两场婚礼 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 一次是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的时尚的婚礼 那么刚刚两个人新婚的时候 这段时间他们两人的感情婚姻生活怎么样 很美满呢 从他的日记来看是非常的愉快的 因为蒋介石他是个比较方正严肃的人 但是他在新婚的那天他写 他说见无碍 姗姗而来 如云霞落日 不知身在何处里 乃知这个幸福啊 这种快乐 真是快乐的不得了 像这样子的这种缠绵翡彻的句子 在他的日记里面 基本上并不是非常的多 那新婚想必是相当的愉快 那当然两个人的这个背景 相差的非常的大 教育的背景 生活的背景 信仰等等的相差非常大 所以我想他们俩也有一个磨合的时期 那杨先生呢 据您了解新婚初期这段生活 他们怎么样 蒋介石在日记里体现 他觉得很美满 宋美龄呢 他觉得幸福吗 蒋为什么喜欢宋美龄 蒋介石曾经在一封信里讲啊 他喜欢的宋美龄是四个字 叫才华容德 才华是指了他的才能 容漂亮美丽 德品质道德 蒋介石从这四个方面 都给了宋美龄很高的评价 那么这一段时期 我刚才讲啊 二六年的六月 到二二七年的七八月 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他们一段热恋时候 我们可以从蒋的日记里看出 这一段时候 比如说蒋介石在南京 那么有一些正好是 陈英诗 是当年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 纪念日 那么蒋介石从南京赶到上海 七点钟的火车从南京出发 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 是去见宋美龄 那么有时候 蒋介石从南京到上海 到杭州去开会 那么中间的时间是非常紧张 几乎没有空隙 但是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也要去 首先去见宋美龄 那么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人 有时候一谈 就是谈到深夜一点 有时候到了深夜 他出去坐汽车兜风 所以说 这段时期 是他们一个热恋时期 他们后来的结婚 应该说是有恋爱的基础 有感情的基础 1927年 一场世纪婚礼 轰动群友 他联系着金钱 政治 权力 还有爱情 他觉得这是家偶 如果是理想 就是家偶 客户重重困难 走进婚姻殿堂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 不仅蒋介石是主动 实际上 宋美龄也是主动 一生坚持写日记的蒋介石 会如何记录宋美龄 见无碍 姗姗而来 如银霞落日 不知身在何处 八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 两人携手度过 究竟有怎样的感情基础 宋美龄曾经表示过 我跟你一起去 就是要死 我们两个人要死在一起 敬请收看天涯共赐时 蒋介石日记中的 宋美龄 由于有着此前牢固的感情基础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新婚生活 显得尤其甜蜜 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技术 家庭幸福美满 是他记载最多的话题 宋美龄虽然娇柔婉转 但是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 他劝诫蒋介石要勤于公务 要对前途有信心 有抱负 这与蒋介石的政治野心 是一拍即合的 使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感情 更是从爱升华到尽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后 他对婚姻的看法 划上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日记中开始有大量的篇幅 写宋美龄 蒋介石比较了宋美龄 温柔动人 虽然他也有女人的执拗 但是能够拾大体 雇大局 对蒋介石不仅生活上温柔体贴 在政治军事上也极力支持 出现在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多姿多彩 但更为关键的是宋美龄开始在方方面面影响蒋介石 那么宋美龄在这些方面是如何去影响蒋介石的呢 最首先呢就是在她的这个生活 在她的修养上面有这个影响 那这个我们看蒋介石日记经常会出现 脾气很坏 暴躁 经常骂人 甚至是打人 打人是当时少数 但是骂人是经常的 那么宋美龄和蒋介石击婚以后 经常啊 给蒋介石提意见 提意见的核心是两个字 净德 德是道德 净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 特别跟蒋介石提出两条 其中一条呢 叫不死气 就是不要发脾气 不要生气 不精彩 不要夸耀自己的才能 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啊 蒋介石都觉得 宋美龄意见提得对 时常提醒自己 要容忍 要能够宽待自己的同事和故乡 那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以后啊 他自己感到啊 他们两个家庭之间 或者说两个家庭的成员之间 在城市 在文化城市上 有差别 蒋介石有时感到很惭愧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蒋介石有个妹妹 叫蒋瑞莲 那么这个 蒋瑞莲当时住在上海 那么过年过节了 那么亲戚之间呢 总要走动走动啊 互相看望看望 那么蒋瑞莲在干什么呢 打牌 那么这个 在我们经历看来 过节嘛 打个牌嘛 挺正常的 这也没有什么 但是蒋介石 在宋美龄面前 自感惭愧 对不好意思 觉得 他的妹妹啊 在那里打牌 那么蒋介石觉得自己啊 心里有愧 觉得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蒋介石 在自己的日记中 对这件事 又是如何记录的呢 我过去自己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是听说 因为蒋介石 有病啊 什么等等的 没有办法生育 那么一直到后来 2006年 蒋日记开了以后 我自己看到日记了 我才发现 原来美龄也怀孕过 我们外面都不知道 所以根据蒋的日记 美龄在1928年 是怀孕了 但是在1928年的 8月份的时候 两度有刺客 进入他们家里面 而且呢 这个第二次 还进入到 他的卧室里面 所以他的日记 有写到 就是美龄惊吓 然后小产 那同时就是 非常的痛苦 所以美龄 这个小产之后的蒋 这个还请了 好几天的假 陪他养病啊 休养 然后蒋自己 也非常的懊恼 所以他一边 到上海去陪美龄休息 二方面 他也同时 每天日记都写得 非常的详细 去查到底这个刺客 是从哪来的 是什么地方来 谁派来的 为什么这个刺客 要来 那么他在这个日记 你们都有 相当清楚的交代 所以这个是 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我在猜想啊 可能蒋一生 都不知道 外面有这么一个传说 说他没有生育的能力 我想当时可能 很少会有人去 跟蒋介石 报告委员长 外面都说你不能生育 我想这种情况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很可能讲 我猜可能讲 自己根本不知道 这个事儿 就是可能大家都在传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意思也就没有 做特别的说明 或解释 但是为什么 自这次小产之后 之后美龄就再也 没有怀过孕 蒋的日记里面 确实有宋美龄小产的记载 确实有刺客 进到了蒋介石的卧室 准备开枪 但是 惊动了蒋 他讲惊动了 刺客发觉 蒋醒着 说没有敢 搬动枪击 那么在这以后 蒋的日记里面 有一行字 于期小产 奉苦欲藏 那么 宋美龄的小产 和刺客的行为 有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 可以证明 但是呢 确实有小产的记载 为什么没有在怀上呢 唯瑜 那么这个是 没有记载 不好下说 那么从蒋的日记里看 他的日记的附录里看 我们发觉啊 我是发觉 蒋曾经用过 治疗性病的药 就是蒋的日记 前面是正文 一天天天记 但是后面呢 他有个日记的附录 附录部分 他讲用什么什么药 那么你研究 他用的药的话 那么有的药 是治疗性命的药 另外呢 这个二十年代 讲在日记里边 也有这样的话 说呀 要戒色 就是要这个戒除 这个喜欢 好色的毛病 他呢 如果不戒色的话呢 不仅仅 损害自己的品格 而且也 毁坏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想啊 讲早年的放浪生活 对他的健康 对他的这个 疾病 我想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些 能不能解释他 以后 宋美龄再也没有怀孕 这个不好判断 没有生育子女 对两人之间的婚姻生活 并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 但是两口子过日子 总免不了磕磕碰碰 夫妻之间的矛盾 也开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 193月9月18日 日本人发动 蓄谋19年918事件 中国东北陷入危机 这使得南京国民政府 内政外交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 面对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 蒋介石变得非常急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 918事件十天后 蒋介石与宋美龄发生投却 宋美龄一气之下 回了上海娘家 蒋介石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七级不别而自负上海 使于更加一层苦痛 蒋介石与宋美龄 这一次又是为什么闹别扭呢 918事件发生 沈阳丢了 东北丢了 那么蒋介石是很痛心 所以在蒋介石里 他用了四个字 叫炉上考比 就是说好像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死了一样那样痛苦 所以蒋介石是曾经有过 要带兵北上 要跟日本人要拼命的 这个准备 那么在蒋介石要准备带兵北上去打日本 跟日本人拼命的时候 宋美龄曾经表示过 我跟你一起去 就是要死啊 我们两个人要死在一起 同生死共患难 但是蒋介石回答了一句 说这种事情是男子汉的事情 跟女人没有关系 也就是蒋介石不愿意 所以蒋介石 陪她到北方去跟日本人拼命 蒋介石这个话 伤害了 蒋美龄的自尊心 在蒋美龄看来 既然丈夫去跟日本人拼死 那么做妻子 当然义无反顾 应该同生共死 可是蒋介石居然讲 这种事情跟女人没有关系 所以宋美龄一路自想 扶袭而去 就回到上去 回家去了 回上海 宋美龄在上海梁家住了两天 1931年9月29日 宋美龄从报纸看见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 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上海学生也不断赶顾南京声援 宋美龄感觉局势变化得很快 自己要赶紧回到蒋介石身边 所以这次 没等蒋介石亲自身门来请他回去 他便立即回到南京 那当他再次回到自己先生身边 当时蒋介石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感受 其实蒋介石他在918事变之后 他认为在日记上经常写 就是中国军队绝无取胜之导演 就没有办法胜 因为两国的实力相差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拖 延缓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整个国内的这个 希望抗日的气氛非常的大 那么甚至于在9月28号 就发生大规模的学生 到行政院前面来抗议 把人推倒 打的耳光等等的 这弄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刚刚杨教授讲 就是宋美龄一气之下回去 那是27号 那回到上海之后 就中间经过28号 这个行政院之前的这一场 这个这个这个分乱 那么美龄29号又再回来了 所以9月29号这天 讲的一句非常的感动 他的七 那么又游户 回到了返宁 回到了南京 等于是跟他同身共患难 所以他非常的感慨 也很感动 那么对于美龄更加的震惊 1937年7月 抗战全面爆发 这年10月正值松户会战 宋美龄前往上海慰问官兵 他乘坐的汽车 不幸被日本炮弹炸弹 车子被气浪先翻 宋美龄泪舞摔断 蒋介石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欺负负甚优也 1939年底 宋美龄到重庆慰问受伤官兵 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开战以来 逾期对伤病官兵 难民难同之爱护工作 此种赤诚与热心 非任何人所能有 而于近日游为甚 这段时间 共同面对家国之难 两人的感情更加融洽 蒋介石认为 他们两人既是知己 又是同志 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宋美龄大为不快 她选择离开蒋介石 远赴香港 蒋介石跟宋美龄 这个夫妻虽然恩爱 但是夫妻也没有说是不争执的 这个拌嘴的事情也是有的 那么从日记里面看来呢 基本上这个 他们两个曾经发生比较严重的 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那一个就是在194041年的时候 蒋伟伯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 那么美龄就在想了 他说这个 金国是毛夫人所生 那伟伯何所出呢 是哪来的呢 谁生的呢 那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伟伯实际上是戴季涛的孩子 可是戴季涛当年把伟伯 托给蒋介石 蒋介石觉得是对朋友的承诺 我不能说出去 所以美龄问他的时候 蒋介石不说 他说夫妻各行其道 就是你关你的 我管我的 不要管他 所以美龄对此 这个非常深情 他还到了这个香港 不愿意回来 所以蒋介石就在这里面 写了很多 就是接妻 不返于之函 不回到重庆 那么这个家中之事 不能为家中人指导 就是这种事情 我不能说出来 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呢 他还是讲 他说但夫妻各行其道 我还是不能够因此而妥协 那么这是一个 但这个事情后来当然是圆满的解决了 宋美龄的这次出走 算是两人之间为数不多的几次情感小插曲 落实在行动上 宋美龄还是对蒋介石非常支持 1948年11月 成现在蒋介石面前的 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内战中节节败退 另一方面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也对他非常冷淡 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美国选举中 蒋介石支持了杜鲁门的对手杜威 此时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 要想得到更多美国方面的支援非常困难 但宋美龄不正认为 他不顾蒋介石的劝说 坚持要飞往美国进行一般工作 在这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 蒋介石写道 欺慎忧虑 乃想非美与马歇尔做最后之交试 予以为绝无希望 不必多此一举 徒家持 根据蒋日记 宋美龄就讲说 我希望亲自到美国去 然后直接跟他们沟通 希望能够扭转这个局面 他希望亲自去跟马歇尔谈 跟杜鲁门谈 那么但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 而是蒋介石我想对时局的看法 他有他的看法 他认为大局如此 你现在去只有自取其入而已 他劝他不要去 但是宋美龄觉得说即使是非常的困难 我还是要一试 尽管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宋美龄这次美国之行 还是希望有所收获 事实却非常无情 1948年12月10日 宋美龄在华盛顿苦苦等了9天 美国总统杜鲁门才在白宫办公室 匆匆召见了他 在仅仅半个小时的会面中 杜鲁门告诉宋美龄 美国不能无限期的支持一个 无法支持的蒋介石政权 宋美龄在愤怒之下离开白宫 住到纽约孔乡溪的别墅里 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宋美龄写信给蒋介石 劝他远走他乡 到北美的加拿大来与自己团聚 然而宋美龄的这一重要建议 却并未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 曾经有过去加拿大的准备 这个事情是最近几年 一两年之内 才被发现的新材料 从前的任何历史书 都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蒋介石也完全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蒋介石只谈过 有一个外国人 要想建议蒋介石 租一艘船 在海上漂泊 还有外国人建议 蒋介石花钱 在澳大利亚 买一块土地 在澳大利亚生活 但是这些 都不是宋美龄的建议 蒋介石也都没有同意 至于去日本 去加拿大那些事情 现在在蒋的日记里 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记载 就是1949年蒋介石要下野的时候 他正好在美国 那他也了解蒋介石 一方面他知道时局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 但是他也知道蒋介石不肯到美国 因为这个面子挂不住了 所以宋美龄有写电报 他发电报给这个蒋介石 连续发了两个电报给蒋介石 他的意思就是说 欧美这几年在军事 各种的建设方面都非常的进步 觉得这个凶 你这么数十年来 为国家民族非常的辛苦 也应该休息一下 所以建议到欧美来看一看 以广见闻 那么宋美龄比较具体的提供 就是说不妨到加拿大 那么甚至于他也提到说 也可以去瑞士试试看 那当然蒋介石是不同意的 因为蒋介石一下不主张去国 他在下野的时候 李宗仁也希望他赶快走 那么他就讲 他说你要我下野可以 但是你要我去国是不愿意的 所以蒋介石是不愿意去国 蒋介石最终并没有选择出国这条路 而是选择退守台湾 就在他到台湾后不久 1950年1月 宋美龄也从美国来到台湾 选择与蒋介石站在一起 从1950年开始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湾度过了一段 相对平静的岁月 这段时间两人朝夕相处 所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提到宋美龄的文字也相对较少 1975年4月 蒋介石去世 宋美龄在不久之后 选择离开两人多年生活的台湾 远赴美国生活 尽管外界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从一开始直到最后 始终都有种种猜测 但两人最终新收多个多世纪 共同走过一生